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宣布建交,中国与韩国是邻居,两国关系向好,本是喜事一桩,但由于朝鲜半岛的特殊局势,朝鲜对此的态度成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中国与韩国建交会不会影响与朝鲜的关系,又或者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威胁朝鲜的未来,金日成的内心是十分不安的。 甚至,有传闻说金日成为了阻止中韩建交威胁称要与台湾建交,当年的外交风云场上风起云涌,党中央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 欢迎订阅观看。 20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起来后,韩国就异常关注中国这个邻居,自70年代起,韩国就发出要改善与中国关系的信号,多次请第三方向中国传话,但考虑到当时的事件形势, 我国并没有给出回应,但到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过去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已不合时宜。 中国需要加强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这个各国里头自然也包括韩国。 于是,外交部决定向中央请示建议采取松动与韩国关系的措施,1983年8月。 中国借着提出申办1990年第11届亚运会的契机,开始调整对韩关系。 中方承诺,如若申办成功,将邀请包括韩国在内的亚奥理事会全体成员的体育代表团参加亚运会。 自此后,中国与韩国在国际多边活动中的来往互动逐渐增多,两边都有意改善外交关系,建交仪式几乎是水到渠成。 1991年11月,中国外长钱其辰现身汉城,这是中国首次以成员身份亮相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一时间钱其辰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大家都在猜测中韩关系即将出现变化。 在会议期间,韩国总统卢泰宇在青瓦台接见钱其辰,两人就中韩关系展开了对话,钱其辰一句中韩近邻,鸡犬之声相闻,就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已经委婉表示了中国态度。 果不其然,1992年3月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钱其辰在回答中韩关系的问题上改了答案,从我们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到与韩国建交没有事件表,暗示着中韩建交已正式提上日程。 钱其辰曾说过,中韩建交的难点实际在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这句话是事实。 自中韩关系松动以来,朝鲜方面就异常关注,甚至有传言称,今日成一度一要与台湾建交阻碍中国与韩国建交的进程,这句话有几分可信度不知,但为了稳定朝鲜方面,中国确实是做足了功课,为了给朝鲜定心完,中国自80年代中韩关系松动以来,凡有较大行动都会主动向朝鲜通报。 邓公也格外关注这事,特别强调与韩国改善关系的战略意义,表示这对朝方也是有好处的,可以缓和半岛局势。 1984年,邓公在胡耀邦总书记访朝前夕还特意嘱咐他,要他向今日成传话时告知这一点。 邓公这话也不是空言,在80年代中期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时他积极和美国做工作,说朝鲜不会进攻南方,我们也不支持,但如果美国对北方发动进攻,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1992年4月,中韩建交正式谈判前夕,中央委托前往平壤参加今日成80寿臣庆祝活动的杨尚昆向今日成做了通报,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当时今日成表示,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适当推迟中韩建交事件。 但与韩建交的方针已定,显然在这问题上,中方不能给出任何承诺,同年7月15日,中韩建交前夕,为最大限度体现对朝鲜的尊重,中方再度派出外长前其成为首的代表团赴平壤面见今日成,只是这次会面显然没有那么愉快,今日成听完通报后说,中国既已决定,那就那样办吧,我们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自己去克服。 说完便起身走了,这是今日成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一次,不过今日成虽有想法,对中国的决定,还是基本上表示了谅解,中韩建交掀起的风波到底是有惊无险的过了,98事变爆发之后,日军在全面占领东北之后,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野心, 又于1933年大举进犯华北地区,在这个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老蒋却坚持推行壤外避嫌安内的促方针,调集约一百万兵力,对红军展开了疯狂的围剿,彼时,王明,博古和杨外援李德,不顾红军兵力,装备等方面,完全处于劣势地位的现实,坚持执行同敌军正面硬刚的促武策略。 进而导致红军陷入了被动地位,三人之所以坚决推行阵地对阵地,堡垒对堡垒,实则就是没有看清国内的斗争形势,盲目的照搬照抄苏军模式,差一点彻底葬送了红军主力,此后,红军为了保存实力,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突围转移,宣机开启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当红二,六军团行至湖北咸丰和来风地界时,再度遭到早已埋伏在中宝镇多时的敌军攻击,时任第41师师长, 兼第一纵队司令的张震汉曾口出狂言,一定要活捉贺龙,但经过激战之后,他反而沦为了俘虏,那么张震汉的身上有哪些故事呢? 他为何在跟随红军参加长征后,又回到敌军阵营呢?张震汉是江苏徐州铜山人,小时候家里生活十分贫穷,但也磨练他坚韧不拔的意志,15岁时,在远方亲戚的介绍下, 他孤身前往保定寻求发展,先是考入了北洋塑城武备学堂,期间接受了日,得军事教育,由于张震汉为人聪明好学,所以在校期间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后来,张震汉所在的武备学堂改为保定军校,他又考入该校炮兵科第三期继续深造。 白崇喜、张志忠、何剑、黄少洪等人,都是张震汉的同学,北伐期间,35岁的张震汉被任命为第48师142旅283团团长,因其所部在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为此短短两年后,他就升任为41师的师长,并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彼时正处于老蒋疯狂围剿红军的关键时期, 但由于红军的战术灵活,打法凶悍,为此敌军屡屡战败,老蒋为了阻止红二、六军团西进,火速集结六路纵队约11万人,妄想彻底将红军消灭在湘江沿岸,红军要想西进,必须途经宣恩县城。 为此,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包围了宣恩县城,武汉行员得知消息后,立即电令张震翰率领第一纵队前去持援,但该电令被我军提前截获,随后红六,二军团主力,急行军数十公里赶到中保射服,当张震翰率也不赶到此地时,我军突然发动了猛攻,经过一阵激战之后,张震翰兵败被俘,而我军也取得了西进路上的第一次打劫, 而中保大劫也彻底改变了张震翰的命运,张震翰与贺龙是死对头,当年他曾不止一次地叫嚣,活捉贺龙,但却成为了贺龙的俘虏。 他认为自己肯定必死无疑,但令张震翰意想不到的是,贺龙非但不计前嫌,而且还邀请他担任军事教员,而这个举动不仅彻底感化了张震翰,而且也让他死心塌地地为我军服务,期间张震翰将他毕生所学轻能相授, 而我军对他也十分优待,在长征期间不仅给他配备了一头罗子逮捕,而且还安排了一个警卫员照顾他的生活,长征时期非常艰苦,在缺衣少粮的时候,我军也一直保障着张震翰的佩忌,而这也让他备受感动,有一次张震翰因意外坠入冰窟。 伤势十分严重,幸得我军及时将他救起并医治,才摆脱了生命危险,后来,红军抵达延安之后,张震翰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并为他安排了适合的工作,每个月还有薪水可以领,毛泽东曾专程找到张震翰,郑重地对他说道, 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统一战线,我希望你重新回到敌军阵营,继续为国家做贡献,不过这样做很危险,你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张震翰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随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回到了汉口,老蒋得知消息后,对他下达了追杀令,让徐源泉对他格杀勿论,后来,张震翰凭借之前的关系死里逃生,转而以伤人的身份进行掩护,并将赚到的钱源源不断地寄回延安,抗战结束之后, 张震翰辗转上海和连云港继续兴办实验,解放前夕回到了湖南,并与当时的军政两届人士共同策划了长沙和平解放运动,完成了毛泽东对他的重托,此后,张震翰一直在长沙任要职,1967年因病离世,结束了充满坎坷和辉煌的一生。